我是我叫陈仲彬 来自日本神户大学 我不要以为是那个科普大学 就是这个神户大学 神户牛肉大家应该知道 听说好像是科比的父母 所以我喜欢吃神户牛肉 所以把它叫做科比 anyway我今天要讲的内容是 在暴涨期间产生 那个电磁场 要讨论一些机制 怎么产生那个电磁场 就为什么我们需要考虑这样的问题呢 就是一个 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在宇宙中考虑一些 电磁场就大尺度的电磁场 当然我们在那个星系形容的时候 他们会自动 电磁场比如说有些机制 像所谓的什么cosmine bucket 就是宇宙学电磁酷炫的一些东西 它能够从没有磁场的情况下 产生磁场 但是那些磁场产生的话 它的尺度太小 就一般只有那个星系的尺度 然后如果你要把它演化成就很大的尺度的话 它需要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长 比如说我们在那个 星系和星系之间 有一些空洞的地方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们还是在那里看到一些磁场 最常被提起的就是这个实验 就是我们去观察一些 对我们去观察一些从要面起 发射出来的一些非常高能的一些光子 一些干嘛射线 大概有teb那么高 然后有些呢它会直接跑到地球上 然后被我们看到 但是有一些呢它会跟所谓的 所谓的tebl丰晃就是在星系形成之后 产生的一些光子 它形成一个光子背景 然后这些光子呢它能量比较低 大概几个EB左右 这样的话这些高能的光子呢 打到这些低能光子上 它会产生一些正部电子队 这样的话正部电子队又跑 跑的跑的 它撞到了那些CMP的电子之后呢 它又会产生一个刺激的 那个GAMMA射线就是那个NICOMPUTON上射的一个机制 这样的话产生的这个次级的一些GAMMA射线 这个能量要比原先它些稍微低一点 大概只有距离力这个量级 这样是很高的 所以我们能看到的地球上能观察到就是这两种 那么就NOTRIBIO的地方是大概就是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它会产生一些带电的粒子 所以假设我们旅游中有磁场 就在那个星期星期之间有微弱磁场 它呢就会让这些带电粒子的轨迹发生偏移 就有一些它本来应该到我们这里被我们看到呢 它可能就飞出去了看不到 然后有一些本来飞出去 那我们看不到的呢 它会拐个弯 然后被我们看到 所以实际上我们看到的 那么实际上它有两个来 一个是直接流失 要编辑跑到我们这里 然后另外一个是从另外的一个方向 不是这个Source的方向 另外的方向跑了一个更远的距离 然后被我们看到 所以原则上这两个情况是可以区分开来的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用它来仿推出 大概我们级组中那个 这个大尺度磁场它的大小大概是多少 就是光级磁场 这也不犯 不这是那个正负垫子 你是 Sorry 想用垫子 对对 什么 这个我不太了解 这个我不太了解 我会考虑到 我不知道具体实验的细节我不太懂 但是这个看到怎么知道 就是说有什么可能是你这个东西 在这个药面体重为一个什么被子上 他们我觉得他们应该有考虑这种情况 就是排除掉一些其他的来源 但具体是怎么做的 我也不是很清楚 对 是不是跟两个具有关系 可以参加 那边那个那个运动的方向是就很随之了 是 一定会偏转到某个角度 对 这个其实我也是不太清楚 他们是怎么 似乎还是定性 所以他们 就这些很复杂的一个过程 但他们是能做到的 但是 就他们会知道这些能算出这些一开始 产生出来的那边看码光子 然后 这一个过程是他们能够计算出来的 然后他只需要对比实际观测到的 跟这一个他们算出来的那个过程之间有什么差别 他们就可以判断有可能有此常存在 所以所以他们就放了一个这个创造 这个可能 这部分 这部分是贵的 他们有一部分是贵的 Anyway 这个 也是那个参数空间组 然后他的那个 市场的那个波长跟那个强度 我们也看到就是大概在 星期星期之间距离大概在 有一个NTC左右 他最少有10的 不17次方高市的一个 资产存在 所以这个 观测息上给出了 资产的一个 强度的一个 下限 就是他们能够确定是有资产存在的 当然 也有可能磁场是由 其他 机制产生 就刚才说的那样 就是星期星成的过程都会长 但是他们计算发现就是 如果是那种情况 产生的磁场的话 它要延幅到这么大尺度 至少所需要的时间 比整个宇宙的历史还要少 所以那种情况可以被排除 他们计算也发现就是 即使是 星系形成的时候 产生的那些磁场 它也需要一个素食值 一个非零的一个磁场 素食值去 去解这个方程 然后才能得到我们现在的这些 跟光色相处的一些结果 所以怎么说都需要一个 在星系形成之前 需要已经存在了某些磁场 大尺度上存在一些磁场 所以 问题就是怎么产生这个 这种大尺度的原处 我们先来看这个 电磁场是在一个膨胀的宇宙里面是怎么 什么那个dynamics 就一般来说我们需要解那个mix way equation 然后那个 碰个并率什么的 然后去解这个方程 那我们这里先写下 那个mecosis 对 有平时时空的mix way方程 原则上我们需要去解这方程 比里啪啪啪解一堆 然后看看那个b是怎么演化的 是变大 是增强 是衰减还是怎样的 当然 这里我们可以不用更麻烦 这里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我们 能够看这个b大概是怎么一个演化 对到那个宇宙方程 我们可以用这个mix way方程 我们可以用这个mix way方程 跟我们定运呢 我们写下一个 关于电厂的方程 然后呢 ETA是一个所谓的 法拉底时间 一般来说这个时间 小于 远小于 那个我们所关系的那些时间时度 那些timescale的话 那千两项也把它扔掉 然后我们再举个旋渡 然后再用mix way方程 start 好 这就是type 我当个论文 我当个论文 我当个论文里面copy下来 他里面好多开口 我都不想吐槽 他那个 反正start可以玩他 然后v是那个 一个流体的那个速度 相对于我们的 然后反正你 这两项丢掉之后 得到一个 关于磁场的一个 cross equation 这四个门是电阻率 对 这四个门是电阻率 电阻率 对 然后我们就算 这样一个避荷区面 它的那个重量 就我们穿过这个表面 这个避荷区面 它的那个磁场 它的上下 然后用刚才那个状态呢 我们把它划成之后 穿过这个面的一个 反正一个场 它是正比予的一个 刚才那个 划历史片的 然后我们 假设一个近视 就是电导率超高 这个整个宇宙是短路的状态 这种在很多时候都是成立的 然后没有磁场 没有电场 只有只剩磁场的一个情况下 对我发现啊 这一项呢 这个 啊 是比 啊 反比于那个Sigma 所以 整一项都能量 没有了 比如说根本啊 磁通量就 一直在产数 只有整个 设备上的一个积分 实际上的整个设备上的积分都等于 那这是在那个瓶子之空下的一个情况 那我假设我们这个 实验 我们做这个实验力大大 那个磁场很大 大到那个鱼肉学的尺度 大到那个鱼肉膨胀 它的效应不可以不历化 那它的Service 它应该是正比 雕度因子的平方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出来它的啊 磁场它实际上是方 啊 雕度因子的平方 也就是说它是那个我们看到那个磁场 它实际上是随着 a平方分之一的来统一的 当然现在是有磁场的话 电磁场存在的话 那我们就要考虑 它的 质量的一些啊 扰动就是它跟时光相互作用 然后质量的一个扰动 那我们假设就是没有圆的一个情况 这样的话 电磁场它也是 1 over a square 这样的 控制的 啊 那我们可以续算它的 能动照亮 就是电磁场能照亮 基本上啊 这个Pi最能谈的 E square B square 那的话它正比 a a平方 a40分分之一的 然后第一方面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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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空的那个扰动呢 写下来 那个 实量部分 我只写实量部分 Vi跟Wi 当然我们知道 我们需要选一个库规 或者我们需要 做到一些规范不变量 这样我只剩下这一项 这一项哪一项的话 它可以给你 这个 CiPi也是正比 比如说跟磁场一样 它实际上随着宇宙的膨胀 那会比较 就如果你的磁场本身也很快DK掉的话 那VETMOD也DK掉 这所谓的那个宇宙无毛定义 就是这个毛指的是那个的 死量毛就是我们宇宙 无论一开始就是 有没有这个死量的MOD 它最后都会DK掉 就我们说宇宙是各项统性的 然后也没有任何所谓的元素电磁场 但是这两个世界实际上是独立的 就是我 有可能有元素电磁场 但这个宇宙的人是那个 各项统性的 像你如果是三个U1 规范厂之类的 就后面会讲到 但问题出来哪里 问题就在那个 你知道那个电磁场它的共性 和一个 四维的引力 什么 这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 我们对那个空间的杜白做一个 共性变化 我们发现那个 电磁场的那个拉死量 它复区的话 它这个变化下给你做四次发 然后这两个它会 一边给它给一个付 这样的话整个都低潮 比如说这个电磁场它整村 跟拉个朗子在共性变化下不变的 它的运动方程 电磁场运动方程 跟在平直施工里面是一样的 它自己感觉不到它 它处在一个膨胀的宇宙里面 然后这个宇宙实际是在膨胀 所以相对来说它自己都会有 然后电磁场它 它对这个宇宙的膨胀不是很敏感 这样的话我们能做的事情 就是破坏这个共性变化 因为有很多种方式 我们要去破坏这种共性变化 这是一种可以破坏它的一个情况 这是我写出来 就比如说你是有那个chart的一种 接着并或者说哥苗 couple在一起的话 它会破坏这种共性变化 所以这是第四种情况 然后第一种是所谓的 我们考虑一个Gauge Kinetic的couple0 它的couple0常数就是前面这种东西 它不是一个常数 它是一个动力学病 就随着慢转电话电报 只是它在暴转结束之后 它会退化到我们 随着那一个couple0 可能那个center model里面的那一个couple0 然后第二种呢 它是couple0 它有一个 时空曲率 有时空曲率本身 但这个 model里面有些gauge 所以现在好像没有什么人去去找这个东西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啊 刚才也 绿航也说了就是有第一种 如果是轴子 你要考虑轴子couple QCD斗子 或者H1PiM 它会有一个transimence transimence 在实际上破坏了这么 共性融合 所以我们有很多种方式去 不让那个电磁场所decay掉 今天在这个tower之下 你走 因为这也是我比较熟的 其他三种 我其实也不是很熟 后面呢 我只展示一些 就是给你们看一些结果 没有一些计算的一些细节 就你们只需要知道一些结果就行 因为那些过程很多 我会介绍一些别人的工作 还有我自己的一些工作 别人的工作 那些我其实我都忘了差不多了 所以你要我写细节 我可能也写不出来 但我们是考虑这种gauge kinect coupling的话 那跟cuperture perturbation一样 我们去空调这个电磁场 然后我们去算它的tower function correlation functions 算它power spectrum 这种这些技术都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假设了这样一个 f是正比 a的-m这样的一个 a的-m这样的一个 形式 那这是一个假设 这方便我们讨论很久 后面我会 讲一些更general的一些结果 就是我没有讲定 没有讲定那个f是什么 但是现在我们只为了看出方便的 看出一些问题 我们假定是一个f n是一个 场数 所振可负 这样的话我们算它的 carspectrum 有磁场跟电场的carspectrum 所以看到它的那个 kilt 两个的kilt是分离这样的 需要注意的是 磁场的cars 跟那个电场的cars 是不一样的 这里是减2分飞 对于加2分飞 所以这会导致一些 不太好的结果 我们后面会讲 我们先来看这个磁场的 那个file spectrum 至少我们要 不让它在大尺度上 decay掉的话 我们 比如说我们要scale environment 跟那个 取比拥动一样 在无论在怎样的尺度 它都保留不变 那anale只能取那个file 或者三 这两个file 就举个例子是这样的 但一般的要求是这个 它的spectrum是一个红的 而不是一个蓝的 那我们知道了大概 这一个f大概取怎么样的一个形状之后 有什么问题会发生在这个model里面呢 所谓的有几个问题我们需要讨论 就是一个是strong coupling problem 一个back reaction problem 还有第三个就是 一样的其实不算一个problem 就是它可能你电视场它会 给取比拥动一些贡献 然后 对 然后在那个curve to perturbation的power spectrum里面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所以说 就是啊 如果我取那个n是小于0的 就是刚才的一个n是小于0的话 我发现这个f就是单调地震的函数 单调地震 它随着时间单调地震的话 那我们推回去 在早期的时候呢 这个f会比较非常小 因为它是efficient 它是exponential 所以exponential的 变得非常非常大的 好不好 假设我们在暴涨几数的时候 它的值 这个effected coupling 它的值是 真的model的那一个 它在早期的时候 它会远远的大一个 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面临这个 所谓的strongly coupling的一个问题 所以为了避免这个啊 strong coupling的问题呢 我们需要把n取得大一步 但我取n大一零的话 又会面临另外一个问题 所谓的backreation 它的问题 还记得刚才这一个啊 电厂的那一个file spectrum 它的那个tilt跟这个是不一样的 对 就我们需要n是大于零的 然后需要那个 比如说scale invariance的话 那n你只能取3 n取3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 电厂的power spectrum 它这里 这个因子等负2 这样的话 在晚期也是k over h的话 它变得非常非常小 一个小的数的minus 次方的话 它会变得非常非常大 大到甚至比那个 比磁场的能量要大 甚至比那个inflation的能量要大 这样的话 它会有反作用给那个inflation 对 这也是一个问题 反作用给那个inflation的话 那会导致怎样的结果 就这个就很难说 所以我但是它总是存在一些参数 n的选择这样 我们可以避免这个strong coupling problem 跟这个vibration problem 假设我们找到了这样的一个上数空间 它没有我们的vibration 它的lowem是小于这个inflation的能量的话 然后我们假设在暴涨结束的时候呢 我们看那个f就变到1 然后我们假设这个relating 在暴涨之后马上就开始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就大概的算出这个磁场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磁场 p0是我们今天的时间 t0是我们今天的时间 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今天的那个磁场的大小 有这一部分大概这一整大块 是暴涨结束时候的那个磁场的大小 然后前面说了它那个磁场 它是随着 宇宙的膨胀是a平方分之1来衰减 所以这里从暴涨结束到今天 它需要呈上一个a平方的叫一个因子 这样的话lanta and ph 是那个lanta physics 是那个billicle 是那个物理学员的 物理的那个波长 就是在暴涨结束时候的 那我们要算到今天的那个 时候的他们的波长要发的红 所以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一个今天 我们看到了这么大十多的市场的话 我们可以算了一下环境 他们算了一下环境 就是我们在双coupling的一个铝锯里面 它可能产生了一个十二复基质的高丝 就它已经这个值已经比那个 我们看到的那个值要大了 所以其实这个挺好 但问题是它是在一个双coupling铝锯里面算的 就是这个结果实际上不可信 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种强偶核的一种系统 那第二个呢是那我们就考虑哪个位 toupling铝锯里面 然后发现双coupling铝锯是-32 远小于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一个 这样的话我们如果没有back relation的话 我们会面临一个问题 要么太小 要么你强偶核你不知道怎么处理 那也不是说这个东西都被排除 只是我们对前后核的情况不知道怎么处理 那没办法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 也不能叫退而求其次 我们必须去考虑那个有back relation的情况 这个问题是现在暴涨的 而不是那个电厂能量呢 它可能动线会非常大 在那个inflatone的equation motion里面有个非常大的动线 它会肯定会破坏那个inflatone它的慢轨 那这个back relation会破坏掉整个暴涨吗 就像我之前慢慢的滚帽 我突然拿一个帮子把它敲了 整个暴涨结束了 那怎么办 我还没有跑到足够多的efforting 那暴涨就结束 那就没有我们今天这个result了 好消息是大概在09年的时候 就有些人就找到了一个具体的一个例子 他们发现在当这个back relation足够大的时候 它不会破坏这个暴涨 它会让暴涨跳到一个新的 像一个new inflationary phase 然后继续继续慢轨 他们通过构造这样的一个coupling function 这个app c呢是一个大于1的一个参数 那这样构造之后呢 他们发现 对啊 像构造的话 你 假设 他们假设了一个 指 它的那个 变场方向是指的那个excel的话 它实际上就破坏了整个 时空的那个 可以使那个potential 对 为什么 因为 其实上它是为了 它是为了想说明点事情 就是为相目的 为相目的 也 也算了吧 就是刚才说B是那个 E和B是1 over A square decay 嗯 它是为了让这个F去抵消它那个 decay 嗯 那你怎么膨胀的你就看那个potential 所以他们就通过找那个potential 去构造这样的一个 tubble 就反正很人为的一个事情 所以他们这里也画了一些不同的参数 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这个是它破坏了 整个时空的3D的那个选择关系 所以它保留了这个YD平面的一个选择对称性 然后Sigma就是 你这个各项异性的那个大小 破坏了这一个各项异性的那个程度 然后他们就通过算了一个 所谓的各项异性的定义 这个东西呢 它是正比那个 整个那个电视上的能量 他们发现就是啊 无论是数字上还是解析上 他们都找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他发现这个Sigma 它是不一定可以掉 在那个inflation这个期间 在这里给他给了70个Evoting 够了 就整个期间到不一定可以掉 大概在C取了负 它是0.3M 不是10的负上质房 到10的负质房之间 就这个已经足够大了 相比于 虽然相比于那个inflation的能量 V的话可能要小一点 但是它已经大到 比那个inflation的kenergy要大 差不多了 这个我后面会讲到 就C小跟C大 其实上有一些我区别的东西 但是其实我还没搞清楚 所以我们正在搞了一个事情 C取得非常 也不是说非常小 它要大于 就它取非常接近1跟 远大于 它好像是有一个 不知道也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我后面会讲 所以呢 现在呢 我整个北景都是各项异性 那我们这样的去算 CNB它我们应该也能看到一些各项异性的信号 当然现在是 软克的那个 结果是没有看到 只是给出一个upper 所以他们就 通过去算这个 power spectrum 我们有原先的 最 single field inflation的 那个各项异性的那个贡献 后面呢 就是跟 gauge field 有那个 interaction的 动线 有 tree level 跟on loop 他们都算进来 这一部分呢 就主要是贡献 各项异性的 因为现在它的 电场 它是不会decay掉的 所以它跟 Curper perturbation 一样 它 它会跑到世界外面 然后变成classical 它会那个冻结 然后变成classical 最后 后面跑到 然后跑回那个世界 不用看到 所以一般来说 这个贡献是不小的 就 如果你的backward的 那个电场 不是很小的话 所以基本上 这个所谓的eclassical 有两部分的贡献 一个是 一开始就 以初始条件 就有了电场 classical的部分 第二个是 就是那些 跑出世界外的 那些会冻结的 mode 所有的 所有那些mode 就是那种贡献给 一个eclassical 所以它就算出来 这项贡献的最多东西 然后这个cita 就是这一个 我们看到那个momentum 的角度跟这一个 电场的角度间 一个假角 但是一个 角度依赖的一个 因为是各样一起 然后nk的那个eclassical 很小 比那个incretion的能量小 就 就从观测上来 解剖来看 就它可大可小 那你需要有那个观测的限制 这里我就给它 好 swing effect 有 对 它它会有那些swing effect 但我们这里没有考虑 因为我们是给出一个 主要channel的 formal的一个考虑 还没有考虑那些swing effect 然后它这一个限制呢 这个g star 就是一个各样运行的大小 我们从plunk里面来看 它有一个上线 0.1 这样的话能给出这整个东西 给出这一个sigma 它的一个限制 我们发现这个限制 大概在4个-8指 它印象非常的小 假如这个曼根参数ips 它就是比如说0.01 那c 它必须是一个非常接近一的数 1.0.01 非常的一个 非常精确的一个数字 这样的所谓的 有一个微调的问题在里面模式 你必须非常精妙精确的去调节这个参数 才能让这个模型去跟观测的结果对得上 所以这个其实也不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我们的工作呢 我们直接考虑一个各样东西 然后我们考虑因为这种情况 它的实际上 电磁场的能力还是非常小的 那我们考虑一下在电磁场能量非常大的时候 能不能有什么不一样的结果 因为这里它整个计算都是用那个Informity 它要保证这个Informity能用的话 它的它那些那个couple 应该是比较小的 就那些 这些 顶点的那些coupling的 应该也不能太大 所以它要求这个磁场 它的backward不能太大 所以我们想要去看的是这个 当这个磁场 电磁场比较大的时候 会有什么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只能考虑那个各项同性的 所以我们有很多方法去构造这种各项同性 比如说你考虑个SU2 SU2的话 你考虑这样一个 computation的话 这个QuestGate说到这个A 时间分量等于 然后空间分量 它这里是某个 A去存在一个Data AI 这个指标A是那个 场空间的那个指标 然后I是那个空间 时空空间的那个指标 所以这一个选择相当于你认同的那个 时间啊时空的空间跟那个 产空间里面的那些指标 这样的话你做一个三维的转动 一个欧商的一个转动的话 你可以通过一个SU2的一个Gate 成formation的恢复 这样的话我们就保留了整个 理论的一个欧商信息群 就是它是各项同性的 一般来说 后面他们发现就这个 其实这个 它SU2里面的Gate Coupling 在整个过程其实中央这个贡献很小 会被那个exponential的压制 所以其实上你就想到 你再考虑三个U1HP 那这样的话 我三个U1HP 它指向三个不同的方向 你的一个isotropy的一个构造 那你会问这个 这构造是不是有点 也有什么微调的问题吗 就我需要初始条件选一个 被刚好就是各项同性的去 去构造 好像这个问题 好像之前有几个日本人 有做过类似的事情 他们考虑一个SU2的 然后一开始 他让他各项异性很大 然后他去解一个系统 我们发现最后 无论在很大的参数方面 最后他都会演化 各项 就很快的会变成一个各项同性 所以它是一个那个吸引子的一个 solution 我就是O3是 我对时空做一个短同之后 你可以通过三个U1全国没整同 又短去 这样的意思 就一般你一个电 一个电场的话 你转然后他就看到了方向电 对对不是 只是这里的一个 致意而去 对 对 对 他是为了那个非常 对 你可以不这么选的 好像他们做了 那个日本的Fujita 他们做的事情 就是一开始也 可能不是这么选 一个随意的 他从最后都会变成这样 对 他是一道trum 这样的话我们有那个选择正常性的话 我们跟 普通的Centalfil Inflation一样 我们做那些 SVT分解 对 电子台可以做这样的分解 现在时间上怎么现在 OK那我快一点我跳过这一部分 这个细细细节 就是啊我们可以定义 比如我定义这样的 ceta-q 是那个gauge field perturbations 这样定义 是为了我把那个equation motion 解决 我表演 看起来比较好研究一点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 gauge field perturbations 它的equation motion 这个master 这个master呢 主要是来自那个 F那个coupling 那个kinetic coupling的一个贡献 然后你会发现啊 假如我们选择一个F5 F5 其实这个就是那一个 其实这个就是那个 Panisotropy的时候 他第一选择是那一个celtic 的那一个四能 给出来的这个解 所以我直接就拿这个结果去算 你会发现这一个啊 一开始我们假设没有电场 就是整个 一开始是跟signopil implementation 一开始的话 这个mqq 它是小于0的 比如说这个系统 实际上是一个不稳定的一个系统 但那个coupling 这样的话啊 这样这个dataq 它会一直在1.9 最后 增加到足够大的话 它会反作用 好 inflation 就是它的 为什么它有那个仿作用 它的电场的那个仿作用 所以所以这部分 它就一直在增加 然后仿作用之后 足够大 它会跳到一个新的 inflation的一个像 但这个新的inflation的像 我会发现那个mqq 就是0的 就它变成一个啊 质量就直接就变成0 然后 问题是我们 要找到一个general的一个结果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用这个就够了 这个mqq等于这个结果 它是一个光于5.0 over h 的一个二次方程 所以你直接就 解这个二次方程 你会找到一个solution 这个attractor的一个solution and the 5 就是一个 反正就是f5 f5 这样的一个行数 它的形式不重要 就重要是它反正是solo了 假设你其他产生是solo 然后l5solo 所以我们找到一个这样general的一个子 就你不需要假设这个f5是 是什么 甚至于a1的fullin次方这样的一个子 我扔一个f都行 只要你马上这样一个条件 你的势能足够抖 就是v5 如果有3h的话 大于这个3hl 这样一个条件 就足够抖的话 这样这个不稳定性肯定会发生 发生之后呢 它就会跳到这一个更稳定的一个 后面第二个inflation的下 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这画 从而来 四个例子 一开始随便 对 这个这一部分是solo single field solo 然后你会发现 那个variation 产生之后呢 它会跳到一个更小 快动是大小是更小的一个子上面去 这也可以理解 就是你gauge field足够大的话 产生一个额外的力 把这个inflation给拉住 让它滚慢一点 所以是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也数值去算了一下 发现这个solution是 跟这个结果问得很好 然后这个 这个 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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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里 对 外动 不行 对 对 这里画了 这里画了支付 对 然后 到这里非常结束 然后 我们发现 无论你的f怎么选 你这个variation之后呢 你会发现这个f 永远都是这样 1到2 py f2 这样的一个形式 就你一开始选的 我选fine 像这里我选fine 最后你都会 f都会一点化成这一个 可以用这个形式去表示 是 那有了backguard之后呢 我们需要考虑 一些perturbation的一些事情 我们看一下这个model 像是perturbation成立化 因为现在我们 我们第一个h 就参量 这个h很重要 是因为 在perturbation 在quartility的action里面 只有这个阐数 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所以比如说这个是他的perturbation 除了这个操作之外 就没有什么其他方式 h 所以我们定义了这个h 去讨论问题会更简单 这个h呢 他在慢管经济下 基本是一个长途 就我们把它当一个长途来做 但h不是很小的时候 刚才说的 这个规放长 对规放长的量 不是很小的时候呢 实际上我们不能直接用 因光源去算这个东西 我们需要直接去减 这两个couple在一起的perturbation infarcton跟那个gauge field perturbation 它们couple在一起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这里先数字 解决的结果 你会发现 在horizon closing的时候 之前 它会有一个exponential的一个增加 就是我们无论是infarcton 或者是gauge field的perturbation 它都有一个exponential的增加 而且这个h越大的话 把这个增加 它开始的时间就越长 最后它穿过世界之后 它的ampage就会越大 就我们发现 就我们可以 这个增长的一个因子 我们可以用一个exponential EU这样一个factor来表示 就这些都是数字的结果 就是EU它是振比率1.193h这样一个 关系 后面我会用在EFT的一个language 下去讨论这个事情 就理解这个事情 这些都暂时只是一些数字的结果 那superhorizon是怎么样 就superhorizon的话 我们发现这个h也不能随便取 就是superhorizon的话 大概h h小于0.3的时候 我会发现那个massive mode 它会变得很重要 这样的话 它给出来的superhorizon的因素 因为它现在是有mass的 有一些演化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h大于0.3的时候 这样的话 它给出来的一个superhorizon的solution 才是一个解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所以我们可以用EFT的invation EMT来去解释 这个工作我们还在做 快要出来了 就是我只讲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结果 就是我们刚才计算的都是在一个 SPECIAL EFT的一个gauge下面 就是我所谓的那个curvator perturbation 被吃掉 那个gauge下 那现在我们恢复一下 把我们的computing gauge的话 就是infrault被吃掉的那一个gauge 去讨论问题 这样的话我们有curvator perturbation 还有那个entropy perturbation 就是我们整个pervation 它随着时间它是怎么变的 而且还有那个两个不同的物质 就是他们之间相处的 所谓entropy perturbation 我们考虑这两个pervation 那奥合起来的一个系统 真的吗 可疑 了 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